2024总统大选结果底定由绿营继续执政 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走势一早开盘是呈现一片红有卸票行情 总统大选后首个交易日台股一早开盘开在17541点 小幅上涨28点后又涨超过百点重新涨回17600点 不过随后涨幅稍微收敛 截至上午10点最高涨点是17632点 不确定因素排除之后 其实股市上涨的一个几率本来就比较高一点 这个企业财报不确定因素的一个影响之下 今天的一个买盘追加的一个意愿就没有那么的高 也就是说庆祝行情涨幅大但时间短 而周一早盘带头冲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开盘590元涨6元酝酿法说会行情 红海上涨但持续震荡 研发科先涨后翻黑 而选前表态挺赖的科技大佬黄崇仁 立基电股价呈现上涨 根据投顾统计 历届总统大选后上涨几率 选后20率高达85%走势相对正向 绿营继续执政相关政策类股有延续优势 但短线上不宜追高 但像是长龙航华航下跌 云品夏都富野等观光饭店股 选后首日也迎接买压 原本市场有一些期待 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当选的话 是不是两岸重启观光交流 那这样的话就会带动观光股的一个表现 但现在的一个状况刚好是颠倒的一个情形 所以有一些押注在观光股的一个筹码 在今天就反向卖出 接下来怎么布局 分析师认为AI类股还是市场焦点 选股重与选市 要持续关注 TVBS新闻联友的张慧仙 泰宝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